應該是可以的 會追 歌手張正月化身為大廚 野外露營 料理燒酒機 不過這可不是美食料理秀 全新節目滾石摘線後 由音樂頭目張正月 搭檔音樂精靈李飛主持 邀請打卡歌手任賢奇 和人氣天團831 尋覓台灣各個角落的優質好聲音 不過就在前往屏東 來異鄉的部落尋找美生時 一行人就地搭建帳篷也吹 出了意外 漏氣 漏氣 太恐怖了 好危險 你別… 看吧 別人過去 瓦斯罐漏氣瞬間燒成火球 工作人員原本還想湊上錢 結果瓦斯罐突然爆炸 嚇壞所有人 嚇死 嚇死 好 警報結束 還好你剛剛沒有過去 不過在今晚結束後 美味的燒酒機開鍋 眾人圍圈唱歌 氣氛變得溫馨感人 專訪時任賢奇也吐露心聲 錄影很開心 但也有美中不足之處 空車的時候 叮叮空音 我怎麼收音啊 我的天啊 然後就是還有一些時候 風會吹來一些灰塵 一點都不悠閒 沒有讓我們靜下心來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受到那個干擾蠻大的 那後來有克服就對了 沒有克服 就只能克難吧 28號晚間八點首播 八個人踏遍台灣各地 尋找會唱歌的素人 學人將透過創新改編 重新傳唱經典 共積八十首滾石歌曲 將以各種形式重新被演繹 淘汰到最後會只剩下八組選手 競爭激烈 精彩可奇 TVBS新聞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